你知道美军特种部队历史上有哪几次重大失败的军事行动吗 1970年美军在越南的象牙海岸行动 56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被投送到了没有目标的空民 原本的解救行动却最终连一个人也没救出来 时隔10年后 美军在伊朗拯救使馆人员的鹰爪行动中 各种作战人员8人阵亡4人受伤 更严重的是在2005年阿富汗的红翼行动 三名海豹和前来救援的16名士兵阵亡成为了美国海豹突击队4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而这四次行动中 对美军特种作战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93年索马里的艾琳行动 数千名索马里武装人员将美军三角洲部队包围在乱象之中长达15个小时 最终造成15名士兵阵亡一人被俘 这名被俘的士兵甚至被武装分子当街游戏 这部电影真是还原了美军此次行动的全部过程 也是我心中认为最接近实战的战争电影 还没看过的千万不要错过看的影片